哪些是车手必备的特质 基本上它的 我想沉浸一下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对车手有个记忆的印象 哈喽大家好我是Ruby 我是153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 成功大学 因为呢我们这次就是发现了一个超酷的活动 就是成大赛车队他们的一个新车发表会 反正他们今天就是会发表一款赛车 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他们自己亲手打造的超酷赛车 那我们待会也会访问他们一些赛车的日常 反正就是带大家也跟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他们的赛车队跟他们一些赛车手的日常生活 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们其实自己也没有很懂赛车啦 但我们就是会用简单的方式 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他们的赛车队 还有他们的日常 没错 所以我们就先进去吧 我们就先进去吧 好,我們現在第一個就是訪問我們賽車隊的隊長冠偉 好,歡迎冠偉 大家好,我是陳大方的賽車隊小冠偉 先問他一點專業一點的問題 你們一般啊,這個賽車你們從開始到現在自己做 你們大概要做多久 通常都是抓一年為準 那賽車手的資格咧? 像我們這樣一般人我們對賽車有熱情啊 那我們有機會去驗說我們到底有沒有資格當車手 其實在這個比賽呢,你只要在你的國家有一般車輛的駕照 到那邊換成國際駕照 其實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車手 那你有沒有覺得說哪些是車手必備的特色 基本上他的動態捕捉性要很好 對 就是因為你開得很快的時候 其實賽道他會一直彎彎去 這時候會有重力加速度 所以你會一直被甩開 這時候如果你撐不住可能就會失去掌握 這時候可能就會摔車,所以是很危險 所以他身體得要很敏感 彎過來彎過去的時候他得要有那種 不會就被拉走 沒錯沒錯沒錯 那除了這個還有其他必備嗎 其實這就是最主要 當然可能會考慮到說 因為一台車子 如果東西重量少的話 勢必他的加速度就可以更快 所以車手的身高跟重量 其實有時候會納入考量 其實像是在日本上 就很多像是這樣的女生 其實就是很適合 對,因為他們非常的輕盈 假設他們只要夠力 能操控這台車子 他們性能就可以發揮得很好 就是嬌小 但其實還是要注意說他的 他的力量 那所以像我這樣的體型 你覺得是OK嗎 哇,可能要做適當的健身喔 因為其實我們通常 通常假設 你要轉得很快的時候 其實力道會非常的大 所以說假設你沒有足夠的力量 甚至你的踩煞車 可能會踩不到 就是非常危險 那想問我們這一位朋友 我想應該也是一樣 你說應該也是 還是要健身 所以我們看起來 就是平常沒有在運動的人 我沒有這樣說 就連是我們男生 最好還是要做重訓 因為我們耐久賽 是會開非常久 就是開完 很有可能是會精疲力盡 甚至是直接 可能會偷進之類的 那隊長你本身咧 欸,我基本 我沒有 可以他就當隊長了吧 我並沒有這個困擾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沒有駕照 所以我就不用當車手 避免這個問題 我們還想問說 開卡丁車跟開賽車的那種差異感在哪 其實他非常不一樣 因為卡丁車他非常接近地面 所以你感受到的輪數 跟一般在賽車上面感受到的輪數 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當你接近地面的時候 你感覺很快 但其實速度很慢 但相對來說 當你坐在比較高的地方的時候 你反而可能感覺速度比較慢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失速 所以是非常的危險的 我知道了 可不可以簡單地說是 如果是開賽車的話 你感覺到的跟你實際上的速度落差很大 所以要很小心 是的 原來是這樣 其實我們今天其實主要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生活化的了解 這麼專業的賽車 所以我們都避免用一些專業術語 但是現在我想讓觀眾感受一下 你們賽車其實是很專業的 又不可以挑三個你覺得最困難的術語 來嚇一下我們的觀眾 好 第一個 拓譜就知道了 嗯 好 沒關係 我簡單講一下 舉例來說 我們任何一張椅子好了 你可能會覺得 它應該是隨便設計的吧 可能就長這樣 但其實呢 假設你有心 你是可以把它利用拓譜的方式 把不必要的地方的材料 直接去掉 讓這張椅子更輕 拓譜它就是去分析說 這個物體在受力的時候 哪邊受力最大 然後把受力不大的地方掏去掉 我知道了 錯果就是你看到那個人 你就覺得他腰的這個肉是不該存在 然後你就知道那個腰肝減肥的人 應該會變更輕 沒錯 是的 是的 不錯 優化身體的線條 還優化性能 是的 好 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咧 我想想喔 很難的受力 有沒有 突然措手不及 真的也是措手不及 因為可能對自己來說不太簡單 我有聽錯嗎 那沒關係 我相信前面當然 已經有足夠的 專業下下教有的程度 我們就先到此為止 謝謝我們這一次的隊長 讚讚 然後呢 我們在現場捕獲到了 輕大的帥射手 然後呢 輕大在去年的比賽裡面 拿到了第二 拿到第二名是你開的嗎 我們也是有分工啦 就是有開其中一個商品 開的是計時賽 所以我想要問的是 抽手算是有體型的限制嗎 因為它那個車子看起來會很小 其實還好啦 我們的設計它會有個要求就是 一般人的體型在一個範圍內都可以做進去 可是當然最好還是可以不要太胖會比較好 那身高的話 基本上我們車手的身高不會落差太大 大概就是我這個範圍 你這個範圍是 我大概178 或180的也有 所以其實一般人做進去不會有問題 那我們剛剛就是問那個隊長的時候 他就說有些人可能是要健身啊 不然那個操控有點不然就是為了要開賽車所以健身 對 我們算是有做這樣的規劃 確實如果是開耐久賽 一個人負責連續開15分鐘 確實是蠻累的 15分鐘大家聽起來應該是蠻短的一個時間 對 可是因為它那個都是持續的在用力 尤其是手 那種外面在真的比賽 他可能比一場賽下來 體重會減少個5-6公斤 所以這可能是很多人沒聽過的事情 可能大家可以想說我連續衝刺15分鐘都不會累 如果是全力重刺的話也是會累 那其實賽車你真的在用力的話 沒有用到十分力可能也有七八成力 有點像是在跑馬拉手 所以就算是15分鐘聽起來不長 只是你可能剛開完也是 精疲力竭 對 而且你受的那個側向力 你身體會被感覺丟來丟去 就不是說一般開在路上那樣子很輕鬆很休閒的開 我想澄清一下 我覺得大家會對車手有個既定印象 就是我們開車很可怕 對 我覺得比較懂開車的 反而會知道怎麼開車開得舒服 我的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平常開在路上想要摔位之類 不會不會 開在路上其實蠻無聊的 喜歡開賽車跟喜歡開一般的車 不太像同一件事 他想要就是我就是要開的人 但你開在路上 你也不會覺得旁邊的車子開太慢 有時候會 會覺得就是在比賽裡面有什麼很驚險的時刻嗎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在開比賽當下有幾次 車尾快要噴出去 對就是有點像甩尾的感覺 你可能操縱不好 他會直接甩一圈 然後你就跑到賽道外 好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問 如果你今天在比賽中開一開 你就覺得那個車子快要解體了 可是重點快到了 你會趕快跳車還是繼續這樣往前衝 絕對是開完 可是他快解體了耶 因為你在比賽啊 我覺得一般車手應該都會給這個回答 只是開車的時候不會想那麼多 你就只是想要開的最好 把車子的性能開出來為優勝 賽車不可能太安全 可是車手要有個心態就是 你去開的時候你要把其他東西忘記 我覺得那麼專注其實也不會想到別的東西吧 對其實不太會 那我們問下一個問題 2號 因為你們清大的賽車隊很厲害嗎 你們也設計出很厲害的一個車 如果今天你可以設計出一個全世界最厲害最炫炮的一台賽車 你會選這個呢 還是選抽中威力踩的大頭獎呢 做出最長的賽車 真心 對真心的 為什麼 有錢當然是很爽 可是有些成就或是有些事情是錢買不到的 像我覺得大學我參加車隊以來的這個經驗吧 我覺得應該真的是 絕對 對對對 加碼問題 你們應該還是關我一些專業賽車子 有沒有專業無限 可以推薦給我們 我們入門 OK Fund的車手Louis Hamilton 他蠻帥的 台灣最近有一些年輕的優秀車手 陳亦帆 所以其實如果想要關注賽車也可以 從各個方面入門這樣 好那我們就今天非常非常謝謝捷影回到我們一些賽車手的日常 謝謝你那也繼續加油 如果今天審贈給你們兩個機會 一個是做出全世界最厲害的一台超級高賽車 第二個是可以從中威力踩 沒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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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賽車是嗎 威力踩 威力踩 我們有情人做賽車 對對對 我們等待各位廠商之日 這邊這邊 當然是很猛的賽車 我會這種威力踩然後去做一台很猛的賽車 為什麼 這個熱誠無關乎金錢 我用金錢來打造熱誠 哈哈哈哈 OK 今天已經大概結束了我們今天的這個 乘搭賽車的新車發表會了 我覺得超酷的 我認真很喜歡他們 反正今天我就會覺得說很佩服他們 就是有那種完成賽車 還有去開賽車比賽的這種使命感 還有這種熱血 而且對於我們這種可能是比較偏穩組的啊 可能對於那些機械啊 我們都是完全那種外行人看這個神奇世界的一個感覺 大家覺得賽車很神秘 應該是最想要有機會去更了解它吧 但是因為平常看到的資訊實在太小了 所以希望今天這一集我們用這種比較生活化的方式 來讓大家也可以跟我們一起認識一下這個 現在非常非常流行的這種方程式的電動賽車 如果大家看完我們今天的影片對賽車更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在影片後面放上台灣目前有的學生賽車隊的名單 大家就可以去找他們的粉專幫他們加油集氣 沒錯 如果你也是覺得很新奇的話 你們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區跟我們一起交流 也許我們可以開闢一個新世界的感覺 如果大家覺得跟我們一起當好奇寶寶太有趣的話 那就按讚訂閱分享我們吧 最好還開啟小鈴鐺 我是Ruby 我是一五三 我們小小子在一起 吃會吧 掰掰 掰掰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發表會 它比較像是那種公司的年度成果發表會的感覺 很像發表他們的一個年度成果 是蠻像的 但我覺得說不會到很無聊啦 但雖然還是有一點專業術語在裡面 但我覺得不錯的是 這次可以看到他們學生賽車隊裡面 可能有一些什麼電力組啊 轉向組啊 底盤組啊 或是什麼商業組等等的 他們裡面各組到底都負責什麼啊 他們在做什麼 我覺得這還蠻不錯 而且還蠻有趣的